怎麼這麼大 要數成千萬 每天幾百個電話 藏寶公司去找你 對 藏寶公司 晚吹暖說話 最近就請來曹思思 擔任嘉賓 他分享了 方前度還過千萬債的經歷 當時的他非常無助 坦然有想過自殺 他說14歲的時候 在派對上 認識負責搞派對的A軍 16歲的時候 他們開始拍拖 他形容對方 就像自己的大哥哥一樣 不過紅心壯折的A軍 開始涉獵 非自己的專長範圍的生意 令到資金周轉出現問題 直到思思年滿18歲 A軍就幫他申請了一堆信用卡 並且用來套現現金 他說當時A軍又馬上還款 但當A軍見到他置業之後 就對他的房子虎視眈眈 他最後也按了一層樓 借錢給A軍 思思說自己好像中了降頭 分手之後 照借錢給對方 A軍有借思思的藝人名義 向十幾間財務公司借錢 連利息合共獻馬過千萬 幸好思思認識了 現任飛機師男友 對方也成為了自己的精神之處 也有唯一生存下去的希望 他賣樓再努力工作 用了幾年時間 終於成功還清巨債 世界冒岩 Thanksgiving